彼得前书第四章 从十二节读到第十九节 十二节读到第十九节 找到了我们开生来朗读这一段经文 一、二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链的誓言临到你们 不用以为习惯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道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藏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盗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辱 道要 因证明 为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要到 审判 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敬虔的 不犯罪的 将有何地可战呢 所以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 交于那 信使 造化之主 好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一同 为今天所查考的审判 从神家起手 向神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感谢 阿们 感谢你引导了我们 阿们 感谢你带领我们 阿们 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 拣起了我们 阿们 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生根建造 阿们 不在亚当里建造 因为在亚当里 众人都得死 在基督里 众人都要复活 阿们 我们今天 是蒙受上帝恩典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得享永远的荣耀 阿们 我们不在肉体里 得荣耀 我们在基督里面 生根建造 阿们 不在亚当里建造 阿们 求你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能够使我们 接受你所给我们 命定的苦难 阿们 因为在受苦的时候 更加的使我们 有信心来仰望住你的恩典 这是恩上加恩 是力上加利 是荣上加荣 你给我们的恩典 并没有减少 因为起初 你对以色列人怎样 今天也照样对我们怎样 阿们 你给以色列的恩典 他弃绝了恩典 今天恩典 却临到了外邦人 是我们今天 因信白白的诚意 阿们 今天我们还要 因信白白的得荣耀 阿们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使每个弟兄姊妹 不仅得救了 而且得荣耀 阿们 因为你说审判 将要从神的家起手 今天你的审判 必要先从神家起手 阿们 因为你说过的话 从来没有废弃 今天若从我们起手 那些不听从 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有何等地可占呢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 能够在你家苦难的时候 更加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因为今天你说 我们必须先预备好花费 才能盖造房屋 阿们 才能建造工程 阿们 才能走天路 阿们 把今天的弟兄姊妹 交在你大脑的手中 阿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的聚会 阿们 但愿弟兄姊妹的信心 达到主你的面前 阿们 赐给你瓦器 聪明智慧 口才和能力 阿们 因为你说 神国不独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 阿们 就求你将你的能力 赐给我们 将你的口才 赐给我们 将你的智慧 赐给我们 是我们今天 在这里讲说 每一句话 都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 阿们 是我们不凭着自己 在说话 乃是凭着主你的旨意 在说话 阿们 英语 我的祷告 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感谢主的恩典 咱们今天交通 神怕要从神的家起手 那么首先我们 先断定 在圣经里 提到了基督徒 要受审判 那这个审判 怎么审判呢 审判从神家起手 第一 审判从神家起手 首先是不灭亡了 能得救 对不对 仅仅得救 这里边说 仅仅得救 是一人 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人 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成一的一人 是不是 是 一人 仅仅得救 一人仅仅得救 你现在是不是一人 是 是一人 是一人 是一人已经得救了 得救 得救的人 不一定得荣耀 我经常讲 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 不一定得荣耀 是不是 这件事情 我今天所查搞的课题呢 也是很多基督徒 所面对的问题 到底 今天 得救的人 是否都能得荣耀 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 今天已经重生得救了 不一定得荣耀 对不对 不一定都得荣耀 但得荣耀的人 必须建立在 得救的基础上 一个得救的人 他一定不能灭亡 一定不会灭亡的 对不对 生活在怎样 他也不能灭亡 他就是取得寂寞 他也不能灭亡 是不是 但今天得救的人 不一定都得荣耀 得救的人 不一定都得荣耀 但得荣耀的人 必须都得得救 是不是 这件事情很关键的 我现在我是一人 但神叫我仅仅得救 这就是对我的审判 我不肯跟基督同受苦难 那就不能同德 不忘 是不是 我没有顺服圣灵 我不肯接受 神给我命定的苦难 在苦难中发了怨言 就像以色列民一样 在苦难中发怨言了 能不能得救呢 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荣耀呢 他发怨言 他也得救了 但他不能得荣耀 不能得冠冕 不能得奖赏 但能得救 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就说明 得救永不灭亡了 也就是说 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他永不灭亡 正应验了主的话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了 那么这个永不灭亡 不等于他得荣耀的 不等于他得更丰盛的生命 不等于他有更美的福 是不是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 成为小的表明 他的生命没长大 就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到天国里 他就那么大生命 他多大生命就定下来了 但那些得荣耀的 他的生命 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 他不仅仅得救了 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 得荣耀的冠冕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得救和得荣耀是两件事 这两件事不能把它混淆了 但一个得荣耀的人 必须建立在得救的基础上 是吧 得救的人就永住灭亡了 这是定下来的 从谁生了 这叫得救了 有了圣灵内住了 这叫得救了 但我们这个得救的人 这个重生得救的人 他不肯跟基督同受苦难 是不是 这个得荣耀是上帝预定的 但我没有照着上帝所预定 我得的荣耀去跟基督同受苦难 不要这苦难 所以你就得不着那种荣耀 对不对 你看这里 首先第十二节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誓言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有许多人啊 把这火炼的誓言一来到了 就以为奇怪了 为什么我信耶稣 还有火的试炼呢 所以有火的试炼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非常的事是什么意思啊 不正常的事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就是非常事 就是不正常的事 你看我都信耶稣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试炼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苦难呢 但这苦难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是神的旨意 基督徒受苦 在基督里受苦 那是上帝所命定的苦难 是基督徒得荣耀的途径 是基督徒得冠冕的途径 是基督徒得奖赏的途径 所以这苦难是基督徒必须有的 当我面临着苦难的时候 同样 在有信心的基督徒 他已经得救了 但他有信心 这叫什么呢 本于信 就等于什么 本于信等于什么 等于得救 以至于信呢 以至于信 等于 的荣耀 所以 本于信 本于信 是得救 本于信是得救的因 得救是本于信的 我 这是因 这是呢 我 对不对 那么以至于信 是得荣耀的因 得荣耀又是以至于信的什么呢 果 对不对 得救呢 是得荣耀的 基础 是不是基础啊 得荣耀是得救的什么呢 工程 往上建造的工程 你看好了吗 这个地方 本于信等于得救 以至于信等于什么 德荣耀 本于信是得救的因 得救 是本于信的什么 果 以至于信 是得荣耀的因 得荣耀是以至于信的果 那么得救 是得荣耀的什么呢 基础 那么得荣耀又是得救的什么呢 工程 往上建造的工程 有没有人 在得荣耀的时候 用草木合结了 有 像战拉太教会 是不是 他们就是 接到福音了之后了 又听从别人 听从别人的福音 他们就 前面靠圣耀得圣 后面靠 路底成全 是不是 所以这段经文呢 就来说明这个问题 审判必要从神的家起手 那从神的家起手 是被动的 还是主动的 假如 我今天甘愿的 主动的 跟基督同受苦难 同得荣耀 是不是 这是主动的 我得荣耀 被动的 不能得荣耀 什么叫被动的 因为杀人 是不是 因为放火 因为作恶 因为好管闲事 受的苦难 算不算得荣耀呢 不算的 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若是因为 做基督徒而受苦 就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是羞耻的事 对不对 我做基督徒 因基督的名 被毁谤 被攻击 被辱骂 是不是啊 甚至有偷偷骂在脸上 这些都 能够荣耀 这些都不是 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因为我愿意做基督徒 我就不怕别人的攻击和毁谤 因为我愿意做基督徒 我就不在乎 周围环境对我不利 是不是啊 我就利好了 我不单单 要得救 而且要与基督同受苦难 同得荣耀 同得冠冕 同得奖长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呢 咱们必须把它搞清楚 这样呢 一人仅仅得救 是不是啊 审判从神家家提手 第一件事就是 一人仅仅得救 这就是审判从神家家提手 仅仅得救了 这是不是审判 是不是啊 是啊 这个审判就是 不让他在地上 继续得荣耀了 叫他仅仅得救了 圣经里有没有 仅仅得救的 亚伯拉罕这个义人 和罗德那个义人 又不一样 不一样 圣经有 罗德也是义人 为世人的淫行而忧伤的义人 是不是啊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么亚伯拉罕也是义人 罗德也是义人 但上帝叫我们效法 亚伯拉罕之信 不是效法罗德的信 因为罗德是挪一帐篷的信 是挪一帐篷的信徒 我哪挪 王索德玛和阿摩拉罗 索德玛和阿摩拉代表什么 罪恶的世界 他往罪恶的世界中挪 他往上帝要毁灭的索德玛和阿摩拉 挪一帐篷 渐渐就挪一到世界中间 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 也是义人 单挪一帐篷 是不是 像罗德这样的义人 是挪一帐篷的义人 神从来没有告诉你们要效法罗德的义 也没有效法罗德的信 有没有 没有这样的经文 但罗德是不是义人 是义人 但神教不教你效法罗德 不教你效法罗德 亚伯拉罕是不是义人 是义人 上帝教你效法的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义人和罗德的义人是两种义人 对不对 一种义人是挪一帐篷的义人 一种义人是走山路的义人 一种义人是走平路的义人 在平原上走的义人 还有一个在往山地上走的义人 往山地上走的义人 是进入神的英雄 往世界挪一帐篷 所得马厄伯拉代表的世界 渐渐往世界挪一帐篷 那是罗德这种义人 也是义人 也能得救 大家活里经过一下 对不对 你看他所有走过的路 跟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不一样 他从所得马出来 是硬被拉出来的 亚伯拉罕不是被拉出来的 有话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是不是 我就要叫你成为大国 亚伯拉罕就主动的 没有用拉 就从加勒底部富豪的城市里出来 那个富利堂皇的城市中间就出来了 加勒底的乌尔在当时 是世界上经贸最发达的 是不是 亚伯拉罕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 往哪去 往上帝所应许的加勒底区 对不对 有没有拉 有没有扯 有没有拽 没有 他是凭信心听了耶和华的话 就出来 但罗得出来 是被亚伯拉罕带出来的 带出之后呢 在牧场上就开始争执起来 他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 开始就开始争执起来 是不是 最后亚伯拉罕就对罗得说 你我都是兄弟 那上面的阔谷里面是兄弟 就是骨肉之亲的意思 是不是 你我都是兄弟啊 也就是说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不可怎样 是不是 不可纷争 是不是 因为你我是兄弟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不可以这样纷争 我的牧人也和你的牧人 不可以纷争 全地都在你的眼前 你一往东我就往西 你一往西我就往东 是不是紧他来啊 是 紧着罗得来 对不对 最后呢 罗得看通哪 哪一边呢 平原 亚伯拉罕看中间是哪一边 山地 为什么亚伯拉罕会看山地呢 因为起初 耶和华招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叫他走三 就叫他进迦南地 迦南地不是平原 是山地 以东平原 不是山地 是平原 所以他选择了 平原的美好的草场 因为可以放梦王 他这样想 所以他边放梦边挪一帐篷 边放梦边挪一帐篷 直挪到哪 索多玛和俄摩拉 对不对 挪到那个地方的 索多玛和俄摩拉 是上帝要灭的城市 按照律法说 他们是淫乱 对不对 他们是同性恋 所以上帝要灭这个城市 代表今天这个世界 上帝要灭 所以我们今天 不能选择罗德所走 往世界里走 是不是 圣经里说 你们不要笑话世界 是不是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人家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今天不是爱主 是爱世界 不是在基督里建造 是在肉体里建造 所以这样能得到奖赏吗 能得到冠冕吗 神今天要把恩典 安上再加恩典给我 前面得救靠恩典 后面得荣耀也靠恩典 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 靠恩典不靠恩典 靠恩典 不用自己去抓 使劲抓 你抓了世界 最后你跟罗德跑了 你是罗德的 是不是 跟从者 那并不是笑话亚伯拉罕之信 照着他的踪迹去行的人 而是照着谁的踪迹呢 罗德的踪迹 今天这两等 艺人 罗德的艺人和亚伯拉罕这两等艺人 不是一等 不是一样的艺人 一个是往世界里追求 往安逸里追求 平原代表安逸 山地代表不好走的意思 代表十字架 苦难的 神命定的苦难 所以走山路不好走 虽然山路不好走 但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 这地代表着天堂 平原好走 但他是往哪儿挪移的 索多玛和欧马拉挪移的 对不对 那个是个安逸的路 所以罗德走的一条安逸的路 也是信徒 走安逸的路 亚伯拉罕也是信徒 但走的是山地 是上帝应许之地 加南是上帝应许之地 所以他罗伊藏皇 渐渐离上帝的应许就远了 应许是加南 是山地 对不对 但罗德走这条路线是走平路 越走越远 越走离神的应许越远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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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神的应许 远不远 远了 也为那里的 所罗马 阿玛拉那里的 隐形忧伤的义人 对不对 神也搭救这个义人 也搭救这个义人 这个义人是亚伯拉罕这个义人 这个义人是 罗德这个义人 那个义人搭救什么 搭救 用拽出来 这个不用拽 这是主动的 不但得救了 而且得荣耀 得奖赏 得冠冕 他是主动去的 这不是主动的 硬拉出来的 他自己往那里 离应许远了 他自然就像这世界 对不对 今天你跟上帝的应许 越远 你就像 你的帐篷就像哪挪移 帐篷代表什么 肉体 肉体往哪挪移 往世界里挪移 对不对 你挪到世界中间 这世界是被毁的 是上帝固定要毁灭这世界的 但你的心整个就随着这帐篷就螺一道世界 出都出不来了 天使硬拽着出来 对不对 险些丧命了 同一次 死亡五王征战的时候 还是亚伯拉罕去把他救出来 是不是 如果亚伯拉罕不去救出来 那死亡五王征战就把他掳去 就成为不被掳的艺人 这个艺人是被掳的艺人 这艺人是什么 救人的艺人 这艺人是有灵的活人 这艺人是叫人活的灵 把他从那里救出来 对不对 同样是艺人 亚伯拉罕这个艺人和罗德的艺人 绝对不是一个艺人 不是一样的 是单单得救的艺人 而是这个是什么 不单得救 而且得奖赏的冠冕 是不是 这赏赐 这样的艺人 走上帝应许 你纵红走遍这地 是不是 这是要话说 你凡你眼神的看到 我都要赐给你为一样 今天我们在上帝应许之地 凡你眼所能见到的亮光 上帝都要赐给你为一样 但你走的是罗德的 亲近世界 抓世界 抓钱 是不是 靠自己的血肉绑币 上世界里去赚钱 挪一帐 挪来挪去 挪到了索多玛格和摩拉 你这时候的法 你离亚伯拉罕远 亚伯拉罕代表信 离信远没远 远了 离信远了 离信远了 那么离上帝那个迦南地 那个迦南应许之地远没远 远了 远了 迦南地代表什么 应许之地 你离应许之地也远了 对不对 越来越远 越来越遥远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 你看 我给他讲这个道 他一头都抓进世界里 就抓进世界里 干什么去了 赚钱去了 甚至有的 原来带教会的工人 都进到世界中间 去赚钱去了 人家赚在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那抓世界那时候要赔生命 因为你们用了 你们用了 上帝就不能留你在地上了 是不是 你光是想赚世界的世界 不顺服圣灵的引导 圣灵能攻击他 他都不相信 圣灵插着我们这几个人吗 神今天插着我们这几个人 说攻击不了了吗 起初攻击整个的犹太人 从埃及地出来 有多少万 有几百万 是不是 能不能攻击了 能攻击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没有信心 跟从主耶稣基督了 就总想要自己令起炉灶 令起炉灶自己干点 我们都是当兵的人 当兵的人 要叫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是不是 叫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怎么样才能叫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你别顾虑 你别想衣服 当兵的人不用忧愁衣服 不用忧愁鞋 不用忧愁吃的 不用忧愁穿的 不用忧愁用的 也不用忧愁住的 部队里有没有住的 有没有背 有没有路 有没有火房 吃的有没有忧愁 不用忧愁住的 你真正的知道了 我们今天是给主当兵的 是给耶和华当兵的 我们是耶和华的精兵 你就不为这些事情而忧愁了 很多的人为这些事情而忧愁啊 是不是啊 当听见了这恩典的道理 他下面就不靠恩典了 下面就一头炸进世界里 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了 他悟用 谬弄了神的话 一头的炸进世界 开始抓世界 越炸世界 心越向世界使劲 越向世界使劲 就越走了罗德所走的路 是不是啊 罗德所走的路 是往世界使劲 亚伯拉所走的是往迦南地使劲 一个是往西 一个是往东 对不对 往西内是往山上上 往东那个是往沙漠地 越走越是沙漠 因为往东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就全都是 沙漠地带 沙漠地带你越走越干戈 你越走越没有共赢 你越没有共赢 你就得靠近索德玛和欧伯拉 你就得靠近这世界 索德玛和欧伯拉 当时是能够供给人肉体的地方 所以你往沙漠地走 走来走去 羊也没有吃的了 牛也没有 骆驼也没有吃的了 你往哪去 你就得靠近索德玛和欧伯拉 你靠近索德玛进到 住进索德玛和欧伯拉 那这两个城市是上帝 注定要怎样 要面接到 这个地方 我把它擦掉 这里知道了就行了 今天我们 分享神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单单得救的 因为我们 本不应当是单单得救的一群人 上帝要给你规矩 人在场上比武要非按规矩 就一定不能得奖赏 对不对 你必须按照他的规矩 他的规矩是什么 是什么规矩 阴信 阴信和荣耀 对不对 你前面凭信 后面还要凭信 他在给你荣耀 他在给你奖赏和冠冕 你前面凭信 后面就不凭信 你凭眼见了 那我今天 我要不干点 我的儿女谁养 是不是 我的儿女谁养 我老婆孩子谁养 我家长支撑 我得干点多赚点 多赚点呢 我好 养活我的老婆孩子 上帝今天召你 不是叫你养活老婆孩子 听明白吗 你只凭信心 你的老婆孩子 不会死 这你都要讲 这就是规矩 什么叫规矩 规矩都在这里 你当兵的 你就不能想到 我的老婆孩子谁养 能这么想吗 又要这么想 我今天我要当国家主题了 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谁养啊 吃什么喝什么呢 你当国家主题 你还用想到你老婆孩子吗 你老婆孩子能不能养 能不能活着 因为你当国家主题 所以你老婆孩子都饿死了 习近平当国家主题 他的老婆 是不是 彭丽媛 都饿死了 还是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 他为什么活得很好 他有没有考虑 我老婆 彭丽媛 能不能饿死 我家孩子能不能饿死 没有饭吃 又要这么想 又要这么想 你今天当的比他的官还当 这是天国的官 对不对 上帝在地上 叫你成为传福音的使者 这教会在地上就是大使馆 对不对 天国在地上设立大使馆 你在这个大使馆里工作 你有没有 你在工作 上帝会不会叫你饿死 会不会叫你渴死 会不会叫你冷死 会不会 不会的 他一定会供养你 那么圣经就有这样的经文 为什么有人抓不住呢 一个人抓住 他情况纪到了 一头就砸死世界了 现在我发现砸世界的人太多了 我不说别人 就是那个起初领受这个 到欢喜快乐的 他们都扎进世界去 咱世界里干什么去了 他们干嘛去了 赚钱去了 是不是 咱世界赚钱去了 那么这些赚钱的人 能不能赚到 神会不会叫他赚到 因为神招你 你不是赚世界 你去赚世界 能不能赚着 你一定赚不着 世人比你赚的都多 你就赚不着了 你为什么赚不着 是因为今天你不是抓世界者 因为你是传道者 对不对 是宣扬了 召我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今天 存在这个世界中 不是为自己活 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如果你活的意义和价值都搞反了 为自己活着的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上帝都给你推翻 因为上帝要叫你不仅仅得救 而且得荣耀 你不仅仅得救了 而且得奖赏 得冠冕 好不好 神定下的给你的荣耀 他肯定不会反悔的 叫所有跟从他的人 无一个不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他打你 打你不顺服 只能把你打死了 因为你不顺服他 他不能叫你在地上继续活着 你活着 你做这件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的 是不是 因为你今天 你不来得荣耀 你会影响许许多的人来得荣耀 你都去抓世界的 你这个前头这个人也去抓世界 那么下个的人 会怎么样 会跟你学的 是不是这样 都去抓世界 所以上帝说行了 就抓世界吗 丧生命吧 丧掉生命 对不对 丧掉生命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荣耀了 不能得荣耀 对不对 不能得荣耀 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被招上来 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他永恒的计划 不是单得救而是得荣耀 好不好 不是单得救而是得荣耀冠灭 是不是 不是单复活的而且更美的复活 是不是 要更美的复活 所以我们今天被招是何等的荣耀呢 你要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我被招不仅仅是得救而且得荣耀 那么今天你被招的上来的你就吸着糊涂 就以为现在耶稣就吃得好喝得好用得好 是不是啊 就像昨天杨基雄讲那个 朴玉珠那伙的 享受灰 基督徒不是在地上享受的 他那种想法 享受灰 这名字都是错的 圣经有这样的灰吗 也享受灰 圣经有没有受苦灰 有没有受苦 有没有 没有受苦 基督徒受不受苦 受苦 有没有受苦 有没有受苦 有没有享受这俩词 这个人简直糊涂透的 还整出了个小肉胃 我从来没听过 我头一次听过 他们把玩笑打成跟朴玉珠一伙的 我以前张力兄不给我发那个帖子 就说朴玉珠那里头那些错名 我还真的不知道朴玉珠到底讲什么 他一发过来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 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说什么我都没看清楚 他讲那些道完全是离谱的道 那简直就是邪教 没有圣灵了 没有天堂了 没有什么 乐园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用看圣经了 离不离谱啊 离谱 他说那些一病赶鬼 那些个心异能的一病的赶鬼 都是魔鬼的作为 他说圣经那里那些个一病赶鬼 那都是魔鬼作为 都是魔鬼 是不是邪教的 很明显就是邪教 是不是啊 叫信徒一个也别看圣经 现在 群民羊就这么看 你们别看圣经啊 你们看圣经 我看不懂 我看好了跟你们讲 我就叫他讲一讲 神的预定 他到现在才没讲出来 如果你没明白神怎么预定我们得救的 那么你一讲就变成人本了 是不是人本了 就变成人本了 今天我们的细心是神本是人本 神救我是我自救 神救我 群民羊就没明白什么叫预定 预知预定 所以他就不讲预知预定 他说我不明白我也不讲 我就讲我明白 我说神的预知和预定里都没明白 你下面讲的都是人本 一讲就掉人本里头了 人自救法里头了 是不是啊 好我们再回到圣经 彼得前书第四章 不要以为奇怪 不要以为这件事发生的在我身上很奇怪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是不是啊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似乎是遭遇不寻常的事 一火的时间临到我 我就以为这件事是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是与基督同受苦的 对不对 一同受苦的 受苦是不是神的旨意 是 享受会是不是神的旨意 是 不是 基督徒他不是享受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享受的 是不是啊 乃是与基督同受苦呢 往下看 当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他显现的时候你都荣耀了你说你欢不欢喜 欢喜快乐 好我们看 把这些格上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四节 第八章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是不是被神灵引导的 在这边说 都是神的儿子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跟肉体有没有关 我们看啊 这是神的灵 这是我的灵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谁的儿子 神的灵住在我里面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 耶稣基督这个灵是被圣灵引导的 听没听明白 耶稣这个道成肉身这个肉身 是被神的灵引导的 不是我被神的灵引导的 是我的灵被神的灵引导的 耶稣那灵是被神灵引导的 对不对 所以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是神的 从神生的才能被神灵引导 不从神生永远不能被神的灵引导 对不对 好 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那么即使儿子呢 下面说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你有没有害怕了 人在什么情况下害怕 害怕的人在什么情况下 患难中 是不是 人没有患难的时候他不知道害怕 一有患难就害怕 面对患难的时候他害怕 我们先看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呼叫阿爸父 圣人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司 就是神的后司 和基督同坐后司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 就在受苦的时候 你还没害怕 受苦的时候 你面对着苦难 你的信心是见着苦难得荣耀 还是害怕这苦难 我们是不是神的人在 儿子不怕苦难 儿子不怕患难 是不是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 你们既是儿子 便是后司 和基督同坐后司 下面说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 受苦是在哪里受苦的 患难 就是有患难 那么患难留着给儿子的 留给儿子干什么呢 如果你不受苦 如果你不受苦 你怎么去 得荣耀 那么不加给你患难 你怎么受苦 这患难是谁加的 神加的 神为什么加给你患难 这叫你得荣耀 这叫你得荣耀 对不对 对 他拿艰难给你当什么 病 拿痛苦给你当什么 这是真正的基督徒 要得上帝所给我命定的苦难 我们受患难 原是什么 命定的 这是命定的苦难 这是照神旨意受苦的苦难 这不是因为杀人被枪毙了 这个苦难 不是因为好管才是 不是因为作恶 不是因为这件事 是不是 这个苦难是 不是杀别人 是别人杀我 不是我逼迫别人 是别人来逼迫我 因为什么逼迫我 当人一个人质 而仇恨你们 侮辱你们 抵制你们 甚至说你们是邪恶 你们就有福了 因为我信耶稣基督的名 他毁谤我 攻击我 是不是 甚至于逼迫我 加患难给我 这个就能得什么 荣耀了 那什么不能得什么 我去逼迫人 我去杀人 我去 这不能得荣耀 是不是 我去杀人的 还是我是被杀的 我是被杀的 我是逼迫人的 还是我是被逼迫的 你听到这个 所以你怎么参加东东药 不是你今天把别人干败了 我一拳把别人鼻子打塌了 你听明白吗 基督徒他是什么 一个是被逼迫的 是不是 一个是被逼迫者 是不是 还有是什么 逼迫者 是不是 逼迫者 一个是被逼迫者 一个是受患难者 受患难者 受患难者 患难者 一个是 加患难者 加患难给别人去 你看好了 你看好了 加患难的 加患难的 给别人 对不对 受苦者 和叫别人受苦 和叫别人受苦 叫别人受苦 或者叫加苦难给别人 受苦 逼迫者 受患难得 是不是 逼迫者 和被逼迫者 看俩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 被逼迫者 与逼迫者 被人逼迫的 和逼迫者 这逼迫者 是逼迫谁 被逼迫的 受患难者 和加患难 给你的 那谁是受患难者 好 现在基督徒 从这中间分开了 基督徒 是这边的 还是这边的 被杀者 与杀人者 换好了 这很关系 被杀者 与杀人者 基督徒是哪一样 这边 因为你是谁 儿子 儿子 耶稣基督 被没被杀 被杀 那么今天 你是杀人者 是被杀者 被杀者 我们得荣耀 一定是得冠冕 得奖赏 一定是 这边 这两件 你选一个 你是逼迫人的 还是被逼迫的 还是被逼迫的 你是能加患难给别人的 还是受患难的 你是加苦难给别人 还是受苦难的 你是被杀者 还是杀人者 这边 是处于那什么 杀人者是不是属于恶者 逼迫人者是不是属于恶者 加患难给别人 是不是属于恶者 该隐是属呢 恶者 那么这边是谁呢 这边是属谁呢 属难一者 明不明显 这边是一者 儿子 对不对 儿子 他从来到世界上 出生那天 就受逼迫 说不受逼迫 出生那天 就没有活在安逸的环境下 出生那天 就被西律王拆下人 到处来对一下 他们逃到埃及 有没有安逸 没有安逸 这是儿子 耶稣 降生在这世界上受逼迫 我们今天 这重生的生命一出来 就受逼迫 对不对 受这个逼迫 还受那些不信的人逼迫 逼不逼迫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看清楚 这边是恶者 这边是义者 对不对 也是恶者 也是义者 他俩不是一个源头 这是从天上来的 儿子 那么这个 从哪儿来的 这从哪儿来的 杀人的人从哪儿来的 魔鬼 魔鬼 是不是 这个源头 是魔鬼 这个源头 是神的神色 对不对 是基督 这是儿子 所承受的 这是 奴才 所承受的 是那恶者 源头来自于恶者 所以我们 不要因为杀人 而受苦 这没有可化的 你们 跟那些恶者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被杀的 不是是杀人的 我们是被逼迫的 不是逼迫人的 我们是受患难者 不是加患难者 我们是受苦者 不是加苦难者 基督徒一出生 这就注定了 你要受苦 是不是 因为这个苦难 是上帝早早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被我们定下来 所以这叫什么 命定的 命定的 所以一人仅仅得救 这就是审判了 将来还审不审判呢 不审判 叫他仅仅得救 这就不说了 基督徒也受审判 什么审判 仅仅得救 对不起明白 现在不下地狱了 也上天堂 但不能做王了 不能得荣耀了 不能得冠冕了 你听明白吗 你也能上天堂 但你在天堂 要成为什么 得荣耀了 在天堂成为什么 听懂了吗 但天堂最小的 比十许和党 懂了吗 因为他是得救的 是重生的 他既然重生了 就是得救的 得救几乎小的 他也比十许院 那个妇人生的 那个肉体大 地上最大的是 十许院 他给耶稣受洗 给耶稣施洗 你说大不大 那施洗者 给咱们的主施洗 大不大 妇人生的 没有几个人 兴起来 大过世洗的约翰 但在天堂里呢 最小的 重生 那个属灵的 这就说明 肉身生的 施洗约翰是最大的 灵生的 基督是最大的 对不对 基督是灵生最大的 施洗约翰是肉身生最大的 基督是天上的 备生的最大的 施洗约翰是地上 肉身 备生的 最大的 但天堂里最小的 仅仅得救 那个最小的 也比施洗约翰 大不大 这就说 灵生的 最小的 也比肉身生的 大 但我不希望弟兄姊妹 仅仅得救 我希望弟兄姊妹 都有冠冕 都有荣耀 都能做王 好不好 不管你管一做成 不管你管五做成 不管你管十做成 但你是一个做王的 得荣耀的 不管你荣耀大小 但你还是个得荣耀的 不是淡淡得救的 不是活里抽根柴的 好不好 活里抽根柴的 有没有荣耀 没有 没有荣耀了 所以基督徒 今天在地上 就有得荣耀的 机会 等离开这世界了 就没有得荣耀的机会了 你记不记住 你得荣耀的 就在精神 你审判也在精神 世人审判再来世 你审判再精神 你的审判再精神 就是单单得救了 来世就不审判你了 听没听明白 你的审判就是活里抽根柴的 仅仅能救了 但将来没有审判你 对不对 将来就不审判你了 如果将来审判 将来那个审判就要落在地狱里 白色当我做钱的审判 是不是 但我相信 基督徒将来 一定就是在基督的台前了 要面临着交账的问题 是不是 但今天在这个事态中间 就在基督徒将来 活里抽根柴的 但你不灭亡了 你不下阴间了 你不下地狱了 是不是 你名字签上去 只是签上去 或者是你已经入了奥运会议会场了 你也比赛了 但被比下去了 没得着 所以人在场上 是不是都在跑 但得冠冕的只有几个 但你没得着冠冕 没得着奖赏 你进没进去 已经进去了 得没得着 听没听明白 你没得着 好 再看啊 第十七节 既是儿女 便是后思 既是神的后思 和基督同坐后思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如果就是 假如我们跟他一同受苦 如果 是不是 跟他一同受苦 下面结果是什么 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 就是绝对的和他一同得荣耀 跟耶稣一同得荣耀 对不对 你因为你跟他受的是一样的苦 所以你要跟他得的是一样的荣耀 这基督徒 受苦是肯定定下来的 当你今天不能正确的面对受苦 你在苦难来到的时候 可以学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就在肉体中间活着 学他 学他干什么呢 埋怨神 发烟炎 是不是 家长没有 因为通过你的发烟炎 就证明 你没在心里见到 你没在心里头 来正确的接受 耶稣基督给你的苦难 接受神给你的患难 你没有正确的接受 你不知道原来受苦和耶稣 就是通得荣耀 你没明白这件事 所以主啊 你干什么呢 你凭什么给我苦难吗 你为什么百般的事 你为什么这样呢 你有许多的怨言 这怨言就证明了你的里面的心 对不对 你发的怨言 就证明了你里面的心 没清楚 患难 苦难是与基督通得荣耀的途径 是不是 这是途径啊 你没明白 好了 你没明白 你最后呢 在哪里见到 在这肉体里见到 现在耶稣很多的人 得恩典都往肉体里得 都冠冕都往成果 是不是 心就往旧皮带里撞了 主啊你说 一样好处也不缺少 就这个一样好处也不缺少 一旦有被逼迫了 那不是缺少好处吗 一旦有患难了 主啊 你这会 你不是说一样好处不缺少 怎么还是患难呢 患难这也不是好处啊 你就开始发怨言 说你这怨言怎么来的 由于你没有建立在 以致于心的基础上 所以才有这样的怨言 以色列出埃及 是不是 这是本于信 进旷野 得迦南 这叫以致于心 是不是 他有了本于信 但没有以致于心 那时候是信出埃及 他们因信 是不是 出埃及的 他们在这旷野中间 不凭着以致于心 就开始向耶和华发怨言 单单得救 听命听明白 紧紧得救 你看 发怨言也受苦难 不发怨言也受苦难 不发怨言那个人 就是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所以你在患难中间 没有痛苦 因为你的痛苦叫谁悲剧了 耶稣悲 所以你在患难中间 是欢欢喜喜的 你把这患难 看成是欢欢喜喜的 但今天 你没有相信 耶稣在实际上 背负了你的痛苦 所以你在患难来到的时候 你自己来那背着 你自己背着 你没有凭信心 交给主 所以这时候你背着 你痛不痛苦 你一定会痛苦的 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你信不信 信 耶稣信徒在十字架上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这痛苦被耶稣基督背去了 当你面临着苦难的时候 你就不苦了 上帝就把这苦在你里面 经在你的幸福就转消了 明是苦也不苦了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 高高兴兴兴的 原因就是在信上的 前面是本于信得救了 后面以罪于心 还能挺着心 都用药 那么以罪于心 接受主在你身上所命定的苦难 你不苦了 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说没说 你必须相信 我的痛苦被耶稣基督背走了 所以我也经历这件事 却没有苦 却不是苦 却是什么 喜乐 所以这就是说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你为什么能患死他了 疼啊 他能患死他了吗 患难临到人疼啊 他不疼了 是不是 那苦 那个疼 都被谁背去了 这句话在哪了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写的 如果是这么写的 这个信心就要在实践中间 把他经历出来 以色列书53章 你就没有忧也没有患了 你也没有痛苦了 不忧 这是最好的 基督徒为什么 他跟世人不一样 世人痛苦来到的时候 爹一声妈一声的 患难来到的时候 爹一声妈一声的 实际好 因为谁背负了 谁给他背负痛苦了 没有人背负 我们今天有没有 有 有 因为我们是跟基督同受苦难 所以基督背走了我们的什么 我们看第四节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 患 不患 有 幻是什么 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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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患是什么 患是什么 患是患难是不是 良思和这种 忧伤患难都被谁背去了 都被谁背去了 他诚然担当 他担没担当 他担当你经历的时候你就没有了 没有这种感觉了 没有什么感觉呢 没有忧患 是不是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什么 那么这个痛苦 背没背去 背谁背去了 耶稣背去了 你还敢问啊 你经历这件事没有痛苦了 因为你的心 所以没有忧患 没有痛苦了 也经历这件事 却经历的是什么 欢欢 息息的 是不是 欢不欢欢喜喜的 你为什么会关心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你知道患难能生出忍耐 忍耐能生出老恋 老恋能生出盼望 盼望不至于就此 这时候圣灵将神的爱 交灌在你们心里去了 你是在经历这点 你经历的 不是 虽然是在痛苦中间 虽然有患难 是不是 大人耶稣基督都把你换难给你 已经了 担当了 是不是 痛苦已经被他什么 背负了 他负完了 他已经背完了 放在他肩头上了 你没有了 虽然你也经历这件事 赢了你的心 所以你里边却感觉这件事好 没有痛苦 一旦痛苦都没有了 却感觉高兴 这就是一个转换 痛苦在他身上 但这件事你在经历的时候 你不感觉到痛苦 神命定的苦难临到你 你不感觉到有痛苦感 哪去了 就因着信 自己都放在他身上 他已经背完了 对不对 虽然是苦难 耶稣在实价里 已经把那苦已经承受完了 你里边就欢欢喜 高高兴兴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 我和耶稣基督同受欢难 就对同德荣耀 是不是 好 咱们看 同德荣耀 罗马书 罗马书 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从第一节 我们既因信成一 就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今天这荣耀从哪来的 患难中来的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难 就必须同德荣耀 那么 患难是为 得荣耀奠定基础的 是不是 没有患难的基督 他绝对不能得荣耀 但有患难还不痛苦了 这就表明你真信了 因为你真把苦难和忧患 给耶稣了 他担忽着 你凭信心在你里面就没有这种苦难 是不是 你里面就不苦了 是不是 所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 荣耀就是从苦难来的 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你怕不怕耶稣来 但耶稣来才有大灾难 你怕不怕 有大逼迫 你怕不怕 有大黑暗 你怕不怕 你为什么不怕呢 因为你知道 我们要得荣耀 身体要得实了 就因这件事情 苦难来了 并不苦 不像你想象的苦 听没听明白 休息一会儿 十分钟